废青心里想,英国爸爸一定会救我们的哟 哈喽大家好,我是长脸 来一个实时吐槽香港废青的斗逼事件 香港警察在理工大学外围进行多轮驱散行动 校内大批暴徒四处求援 大批示威者退回理工大学内 部分人尝试突围失败 随后英女王也给废青们的皇帝的新衣扒光了 据说11月18日凌晨 有人在联灯上发帖 称自己向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 亮出自己的皇帝心意 BNO身份向英国求助 结果收到的回复却是 要他按照香港的相关法律来办事 联灯的评论区当时是一片哀嚎 发帖的人说 因为他持有BNO护照 信心满满的给英国打电话求助 结果遭拒 他就在帖子里愤怒的说 从现在开始不信任英国了 只信美国 真的是笑死我了 这个BNO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1997年英国滚出香港之后 给了一个BNO身份给香港人 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叫英属海外国民 这个身份只有旅游证明意义 或者在海外旅游出事了 可以找英国领事馆协助 但是并没有英国或者欧盟的居留权 也就是说连二等公民都不是 只能去旅游 不能工作 也不能定居 算什么公民 就是个旅游免签证而已 英国人根本就不认 持BNO的人是英国人 只有费青抱着当宝 港独荣祖儿老铁们都知道吧 之前维基百科上还写着国籍BNO 后来心绪删掉了 一个公众人物都这样了 可想而知 拿着BNO身份的费青的优越感 有多么的奇葩 真想现场采访一下他们 现在被打的脸爽不爽 所以长脸真的他们服了 那些费青脑子到底在想啥 说句不好听的 这些英国斗牛犬 作为下人家的孩子 还想去东家家当主人不成吗 英国佬在历史上 从来就没有对盟友两肋插刀过 英国人杀盟友更是一绝 从罗马时期 他们的盟友就没有好下场 荷兰人要不是被他们坑了 更搞笑的是费青刚被英国爸爸抛弃了 就立马翻脸说 英国是一坨屎 现在只信美国了 库尔德人就立马跳出来现身说法 要给费青讲个笑话 笑话的名字叫相信美国人 美国爸爸也表示 你说啥 我们的总统正在被弹劾呢 你们想找谁 所以说香港这场暴乱 真的是把有没有智商的 区分的明明白白 最后针对费青的爱好 长脸一句话总结 那是来自孤儿的愤怒 好了 今天聊着呢 下期再见 拜拜